卫福部免费发放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快筛事剂减轻弱势家庭负担 汐止区公所在上个星期这批快筛事剂到货之后 假日也加派人力发放 利用星期六日两天开放符合资格的民众到公所领取 当然这个星期一到五也一样加开柜台提供领取服务 一大早就有不少民众来 由列策申请人可以领取全家人的量 就有民众说因为快筛事剂不便宜 一盒五只交500元无法负担 像是家中还有四个小孩 如果有需要必须买也要几千元 对啊需要不然可能就是对他们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购买的话 实际是有一点点就是经济上还是有点不太适合这样 然后家里有四个小朋友 对 那就是省蛮多钱 对啊不然外面领件一盒好像是500块吧 从6月11号开始 那那个也配合中央那个的一个政策 那个新北市政府也规划 那个我们公所要来协助发放中低收入者跟基收入户的快赛事剂 那一个人是5G 那个我们现在就是安排在公所来做一个发放 那我们系纸一共有2800多户 那我们就会在6月11号跟6月12号 在我们一楼的社会课来做一个发放 星期六日采取个礼分流发放 如果民众无法一通知单上头的时间前往 也可以利用星期一到五 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还有下午1点半到4点半到公所社会课 一旁有设置专门发放柜台 记得要携带相关的证明文件领取 那答案就是说你明天后天没有时间过来的话 那也可以在下礼拜一 那个就是再抽个时间 那过来我们一楼的社会人文课 那个再跟我们做个询问 那我们也会那个再持续做一个发放 领这样一个快赛事剂的时候 那就请那个我们列车的人口呢 就是携带您的身份证印章还有通知书 来问我们公所 汐止区公所发送低收集中低收入户每人5支快筛事剂 汐止区目前符合资格的有2869人 预计要发送14345剂 也请符合资格的民众在6月30号前领取 加成慧玲汐止采访报道